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的那个不开心的事情 变得让你开心 你觉得怎么样呢 今天要说的晚安故事是 皮皮猫和他的神奇太阳眼镜 皮皮猫觉得不开心 因为他从来从来 从来从来 从来没有这么想要发脾气 皮皮猫有一大堆猫咪的烦恼 比如说今天下雨 但是他想要滑滑板车 结果就不能滑了 更糟糕的是 他的前面来了坏脾气的残除 坏脾气的残除从来没有开心过 一天到晚都皱着眉头 不过坏脾气的残除 今天的脾气并不坏哦 他说 哎 这个超酷的 蓝色的 神奇的 太阳眼镜 会赶跑所有的烦恼 会赶跑所有的烦恼呢 他会让你用全新的眼光 看世界 皮皮猫觉得很神奇 于是 他戴上了超酷的 蓝色的 神奇的太阳眼镜 四处看了看一下 哎 哎 真的耶 小鸟在唱歌 天空在发亮 太阳它在闪耀着 我觉得超级棒的啦 而且整个心情都超好的 皮皮猫谢谢坏脾气的残除 给它超酷的 蓝色的 神奇的太阳眼镜 它继续上路 不久 它遇到了松鼠 松鼠看起来很不开心 皮皮猫对着它说 松鼠 你怎么了 松鼠说 哦 我快疯了 每一件事情都在跟我作对 就像今天 我今天 只找到一颗巷石 这时候 皮皮猫就给它那一副太阳眼镜 松鼠戴上了超酷的 蓝色的 神奇的太阳眼镜 四处看了看一下 哦 真精彩耶 我看到了小鸟在唱歌 天空在发亮 太阳它在闪耀着 我觉得超级棒的啦 虽然我只有一颗巷石 之后 皮皮猫和松鼠说再见 继续向前 不久 它看到它的朋友乌龟 乌龟看起来很不开心 皮皮猫问乌龟 乌龟 乌龟 你怎么了 哎 我觉得好沮丧哦 每一件事情都在跟我作对 就像现在 你看 我的龟壳被翻了过来 我要怎么翻得过去呢 今天的我 简直是一团乱啊 哎 皮皮猫对着它说 那么 来试试看这副超酷的 蓝色的 神奇的太阳眼镜吧 它会让你用全新的眼光 去看世界 乌龟很怀疑地看着它 乌龟 戴上这个超酷的 蓝色的 神奇的太阳眼镜 四处看了看一下 哦 好奇妙哦 小鸟在唱歌 天空在发亮 太阳在闪耀着 我觉得超级棒的啦 另外我也要谢谢你 帮我翻了过来呀 后来皮皮猫跟乌龟道别 它继续往前溜 直到发现了鳄鱼 鳄鱼看起来很不开心 皮皮猫问鳄鱼说 鳄鱼 鳄鱼 你怎么了 哼哼 我好难过 每一件事情都在跟我作对 你看 就像今天 今天都没有人要跟我一起玩 哼 皮皮猫对着它说 那么你来试试看这副超酷的 蓝色的 神奇的太阳眼镜吧 它会让你用全新的眼光来看世界 后来鳄鱼戴上超酷的 蓝色的 神奇的太阳眼镜 四处看了看一下 摇摇摆摆摆摆摆 其实也没那么糟嘛 小鸟在唱歌 天空在发亮 太阳在闪耀 我觉得超级棒的 鳄鱼很开心地说 最后 皮皮猫跟鳄鱼道别 它继续溜啊溜 我觉得什么都很棒的时候 突然 它摔了一大跤 哎哟 那副超酷的 蓝色的 神奇的太阳眼镜破了 哇 蛤 怎么办 没有了这副眼镜 皮皮猫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时候 皮皮猫 抬头往树上一看 聪明的猫头鹰老先生说 皮皮猫 你不需要用神奇太阳眼镜看世界 你只要每天都去寻找 美好的事情就可以了 后来皮皮猫摘下了太阳眼镜 四处看了看一下 哇 好酷哦 小鸟在唱歌 天空在发亮 太阳在闪耀 大家都觉得超级棒的啦 因为每一件事 都是美好的事情啊 小朋友想想看 故事中的皮皮猫 它一开始很不开心 对不对 后来 谁给它了一副 神奇的太阳眼镜呢 那 它是什么颜色的呢 后来 在路上 皮皮猫 总共遇到了几只动物 也给它们戴上太阳眼镜呀 故事的最后 太阳眼镜不小心破了 碎掉了 没有办法看了 那 猫头鹰老先生 对着皮皮猫说了什么呢 没有错 我们只要用心去发现美好的事情 其实 不开心的事情 就会 被开心的事情 给取代哦 比如说 熟米 她 不开心 因为没有办法看电视 但是 她开心的事情 她可以贴贴纸 她最喜欢的亮亮贴纸 所以 美好的事情 是由我们去发现的 它一直都存在 不要一直看那些 不开心的事情吧 好啦 今天的晚安故事就到这里了 晚安 亲爱的宝贝 祝你有个好梦 嗨 小朋友 大朋友 如果喜欢 熟米妈说故事 也欢迎订阅哦 我们更加欢迎 您帮我们评论 五颗星 以及按赞哦 熟米 和熟米妈 都会很开心的 谢谢你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